近两年来英国伦敦暴力犯罪频发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具体来说就是在28小时之内 又有4个人接连被杀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一名怀孕 已经8个月的孕妇 当地时间6月29号凌晨 一名26岁的孕妇在伦敦南部 被人用刀刺死 她腹中的胎儿被救了下来 但由于早产 目前孩子的情况不太好 它是3.30在早上 昨天早上 我姨姨我闭上了 因为她听到别人喊 她是瘦了 她是害怕 我们看出窗户 我们看到警察和警察在街上 然后在10分钟 我看到一个人从警察 出发了一个孩子 伦敦警方先后抓了两名嫌疑人 其中一人已经获释 目前案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据路透社报道 在另外三起同样发生在伦敦的案件中 两名男子被刺伤后伤重不治身亡 还有一人死于痘殴 这四起案件接连发生在28个小时内 近两年来英国持刀犯罪问题加剧 据官方统计 去年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市地区 就发生了285起致死持刀犯罪案件 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的数据还显示 去年2月 伦敦的每月凶山案发生率 甚至短暂超过美国纽约 为近代史上首次 对于治安状况的恶化 有人将其归咎于英国政府削减经费 导致警力不足 伦敦市长萨迪克汉曾表示 暴力犯罪高发令人无法接受 而其原因很复杂 包括贫困 不平等 社会疏离感 以及年轻人缺乏机会等 暴力犯罪案件